好 再来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持续来关注到 就是反莱猪等四大公投案 12月18号就要进行投票了 那么朝野四大主要的政党呢 其实都已经表达他们对这四个公投案的立场 所以可以发现反莱猪还有护藻礁这两项公投 获得了朝野三党高度的支持 但是在于核四重启以及公投榜大选 就出现了高度的分歧 好 所以我们来看到民众党的部分呢 他们是会以民主战车要带队前进全台22个县市 他们要进行白场的宣讲 根据了解他们这个民主战车呢 会是由3.5顿的货车改装而成 而且车的旁边还会挂上这个 护藻礁 护石鞍 护台湾的标语 并且呢将在11月9号立法院会的时候 要直接开到立法院旁的济南路 呛下前往立法院要背询的行政院长苏贞昌 要表达民众党对公投的诉求 好 所以其实针对这个四大公投案 民众党呢一直以来他们对外宣传是良好良坏 不过啊其实党主席柯文哲呢 他昨天接受了访问 他是正式的表态赞成反萊猪护藻礁 但是他反对重启核四公投 选前一个半月政策突然大转弯 也不排除蓝白合作 蓝白首前首平公投目标一致 但战术各有盘算 民众党喊的是良好良坏 民众党喊的是良好良坏 可是因为一份党内民调悄悄的转了风向 根据民众党内部做民调 出了62%表态支持重启核四 七成以上力挺公投榜大选 珍爱藻礁 甚至反萊猪更获得近八成赞成 民众党在整个路线上 我们并不是有特别的调整 之前的确是有提出过良好良坏 但是呢我们现在汇集了 我们这一次党员民调之后 我们现在主打的题目 就是有关于在反萊猪 还有在护藻礁这两题 特文哲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也明白表示 除了他个人反对重启核四 会全力反萊猪互藻礁 也为民众党下一步定调 我想我会从下个礼拜一 开始站到街头上面 面对面的跟民众来做沟通 同一个时间呢 我们台湾民众党的民主战车 也会在全国各地同步的进行 南白都出动公投战车 为1218冲选票 也提前为2022地方选战试声量 记者邓志远 年车轩 台北报道 好 另一个焦点来看到 东沙岛防务最近是受到关注 每日的智库与媒体都研判 中共如果对台采取军事行动的话 可能就是以夺取东沙岛为目标 国安局长陈明通 他昨天也透露了 中共内部的确呢 辩论应否攻打东沙岛 台海的情势 虽然比过去还要紧张 但是国安局 研判还不到中共攻台的程度 在蔡英文总统任内 即使是攻占了东沙岛 以战逼谈都不会发生 立院国防委员会 他们昨天审查了国安局预算 两岸是否兵戎相见 也是立委他们质询的焦点 好 在我们看到空军F-16V战机性能提升的 街庄典礼将在11月18号早上 会在空军嘉义基地来举行 而且蔡英文总统他会亲自主持 根据了解首批接装的F-16V大约有60架 空军现役是有141架F-16战机 那么分批都是交由汉翔来进行性能的提升 另外呢 我们也向美国采购了66架的F-16V的战机 等到全部都交机 我们的总数会来到207架 会是全球拥有F-16V战机最多的国家 好 另一个焦点来看到 基隆捷运八堵到基隆段现在是悬而未决 交通部长王国才4号的时候 他说了要等的10年之后 基隆市民要先习惯到八堵转乘捷运 再来决定会比较正确 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他就嘲讽了 他说反正10年之后也不关王国才的事啦 基隆市议员他们也很不满的痛批 到底还要骗多久呢 非常的不负责任 不过对此 基隆市长林又昌 他是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 不过最近柯文哲跟林又昌两个人是平平的杠上 而且柯文哲更爆料 林又昌在市长会议的时候 要求要删除G8段的记录 是引发林又昌怒哄 柯文哲是说谎抹黑 还要求他要闭嘴 结果没有想到柯文哲晚间在他的脸书上面 PO出了台北购起来的活动资讯 内容是暗藏双关的羽翼 他说钱是你出的 欢迎大家一起捞过劍 还直言口号如果有雷同 那就是雷同了 酸味十足 另外呢最近搭捷运的民众可能会真的有一点担心了 因为北街两天就惊爆了两起亮刀跟攻击的事件 前天晚间是在十点多的时候松山新电线的车厢内 有一名男子他是因为在争执不爱做的问题 竟然就拿出了预藏的锐利剪刀 朝乘客的脖子刺了过去 大批的民众是惊慌逃窜 结果没有想到昨天早上公管站的车厢内也出现了一名男子 他亮出了水果刀目击的民众是吓坏赶紧通报 那么搭乘的乘客现在人心惶惶 白亚被推着推车进入捷运车厢走到博爱座前 与一名年轻人发生口角 下一秒他竟直接揪住对方衣领把人整个望位啦 接着一个剑步走回推车拿出一把锐利剪刀 猛力往年轻人脖子刺过去 捷运行刺把乘客全给吓坏惊慌奔逃 吓死会担心啦我会赶快跑 很可怕啊前天日本那样的事情 也会让我们很担心 惊悚捷运攻击事件就发生在三号晚间十点多 六十九岁灵性男子搭乘贝捷松山新电线 上车后要求坐在博爱座上的年轻人让座 对方不肯阿伯公称他授握拳头想攻击 拿出玉藏剪刀刺向脖子 索性被对方闪掉 但却有目击民众惊吓po文 战务人员抵达后 新次阿伯还继续跟大家一起搭车 万一中间再伤人怎么办 质疑北杰SOP有问题 立刻按照SOP通报的行控 也通知了捷运警察跟辖区警方来做协助 同时由站长跟保全人员 在现场全程的借户 被捷表示有对阿伯吃刀开罚 没戴口罩也含送财罚 不过证明阿伯九月才曾在捷运亮刀 这次西门上车 小南门行刺却搭了四站到台电大楼 才被带下车 民众人心惶惶 因为捷运持刀两天竟然就有两起 四号早上一名菜姓男子 也在捷运公管站的车厢内 亮出水果刀 吓得民众赶紧通报 亮刀男立刻被远警带下车侦办 警方也针对重点区域加强巡逻 毕竟人潮汹涌的北捷 短时间亮刀平平 就怕恐怖随机攻击上演 再酿汗事 记者黄天耀黄玉兰台北采访报道 警方取缔交通违规 常常被诟病 就是会躲在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来偷偷给你拍 北市议员邮淑慧就指出了 北市警察局30支的移动式测速器的取缔超速 今年9个月罚金就已经将近2亿元产值惊人 而且五大超速的热区 每个月平均就可以开出将近千张的罚单 质疑警方将取缔超速偷偷摸摸的 应该要设置固定感照相器 并且清楚的标示才有助于用路人维持良好的驾驶行为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之后砍掉了1500元重阳敬老金 市议会国民党团日前将战割多时的重阳敬老礼金 制送自治条例送进了政党协商 让敬老金的争议再次浮上了台面 新党议员拍桓宗呢 他4号的时候直询 他就指出了 国民党将在10号动员表决 柯文哲只是强调 如果通过会复议那么他也质疑了 这样的举动是不是违宪了 但是是否要提示线还没有想过 再来看到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营造的成本的确是上扬了 也冲击到了各行各业 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也证实了 原定是今年底要竣工的大巨蛋 也是遇到了缺工缺料的问题 导致工程落后 他已经要求远雄公司要加速赶工 柯文哲也坦言了 现前可能是看不到大巨蛋打棒球 那么远雄昨天就表示了 物料进口的确受到了传奇的影响 竣工的时间不排除会延到明年农历春节前 好 在我们插播最新消息 针对中共对台湾施加的压力与日俱增 美国有数名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 他们今天是提出了法案 寻求每年提供20亿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558亿元的加强台湾防御力 根据了解这项法案将会授权 每年对台提供2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 一直到2032年 以便让台湾购买美制的武器 以及防御的装备时 都可以得到美国的补助还有贷款 这项法案的主要提案人 就是联邦参议员李契 共同提案人就包含了重量级的参议员 罗姆尼以及卢比欧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